前段时间我哥哥跟我说 说我们家跟另一个兄弟家分家了 什么叫分家呢 就是我们广西那边的话一个村 它总会有几户大户在一起 在一起的话它有一个宗室 或者是同一个祖坟或是什么的 就是长主辈的话是那种长辈啊 主辈的可能是一起的 我跟你说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离谱 就是我们家用我们那个话说叫上屋 叫上屋就是兄弟型 前几天我哥哥刚刚跟我说说我们分家了 我问为什么 我问为什么就是就是我有时候我有点不喜欢 就很不喜欢我们家那边 还有也不喜欢我们村里面这些就是这样的 就很喜欢攀比嘛 就已经以前我们因为我们家的人口很少知道吧 他就是我们家上屋叫上屋那批人 他他他的人口很多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两兄弟 两兄弟生的都是都五六个小孩 所以他那个他那个人口然后五六个小孩又结婚又生孙子嘛 他那个属于大户人口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只有我爸爸 我小叔我叔叔跟我跟我姑三个 然后我我爷爷奶奶死了又早 死了又早 所以他们那个那个那时候分的田地就不多 分的田地不多 因为人口不多吧分的田地不多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呃也算是他们 我们因为我我爷爷奶奶死了早 死了早的话就是上屋那边的那边的长辈就是 就相当于是我们家这边的长辈了知道吧 我我我我那个时候我叔跟我爸其实说多少多少多少 有点有点余孝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就是以前的时候就说上屋一起都是兄弟 后话他们小的时候有在有有有照顾一下 也有照顾呃就是说那种什么哥道果啊 或者是做什么类型的时候哈有有有顺便有带我爸跟我叔他们嘛 哦然后就觉得那个时候还是有勤奋或是什么的 但是就是但是前前一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家 我们家就习惯性就是说应该是属于属于求人的那一种 哦求人的那一种呃我不知道之前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有跟你们说过我婆家 但是没有跟你们说过我娘家哦 没有跟你说过我娘家我我有我两我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个姐姐还有个弟弟就是 我是中间的那种类型的基本上你看就是我们家重男轻女重男轻女 我不知道我我之前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有没有跟你们跟你们说过我的一个一个经历就是就是你们会觉得啊 阿姐出去有出去留学啊有有现在的一个工作什么的啊那家庭家里面应该会好一点什么的那我跟你讲那全部都是白虾虾谈虾谈我跟你讲我什么都会有什么都干是什么都会干也是必须什么都得干我又是农村的我爸我爸就是我爸嗯 嗯只管我姐就因为我我爸跟我妈很早就离婚很很早就离婚所以就是很少的时候就被村里面的人看不起对被村里面的人看不起看不起然后就是我哥就是那个那个就怎么怎么地都是我们家这边做弱势所以我们家上屋那边呢就觉得我们家就应该一直都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子 后面就是我跟我姐姐我哥那个时候结婚真的是惨到不行是我跟我姐花钱做的那个做的现在的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小别墅呃做的小别墅因为我们家现在做的就是现在老家住的就是两层半两层半的那种小别墅型的呃后面后面就是我哥哥他们我哥哥跟我弟弟结婚嗯结婚又那个呃又又我我我就是我 我哥哥哥跟我弟弟他们两个结婚他们是分家他们分家呃分家了以后呃就是就是反正就是我哥哥也起来然后我弟弟也起来就是好像好像怎么越过越好越过越好越过越好然后我们家上屋那些人就是已经习惯性说是我们家不好了知道吗已经习惯性说是觉得我们家不好你看也见不得我们家好也见不得我们家好的他是这样子 后面后面就是老编排我们家老编排我们家就是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到底是是说说我爸还是说说我叔什么的好像是吵架了知道吧好像是吵架了后面就就就就开始分了但是但是我有时候我想想我说那你他们家真的跟我们家真的没得没得比了没得比的呃我们穿很多光棍我跟你讲我们穿很多光棍 我们家条件不算是我们穿里面最好的我们家不算我们穿里面最好的但是我弟我我弟就是我弟有有对象我哥也有对象然后现在两个人都有小孩我我哥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弟弟也有就是但是但是就是感觉条件比我们家好的那些都没有结婚是是不想结吗是取不取不到知道是取不到是取不到 然后那个那个你就会就是那我们家该结婚的结婚该起房的起房该有工作工作小孩该养小孩养小孩就是我们家就是跟我们村那里有点格格不入你知道吧跟我们家那里有点跟我们村那里真的是有点格格不入的大家都一样去起房买车什么的 但是他们家就是该结婚的没结婚就是那种就是乱七八糟你知道吧然后出经常有那种不代表的那种黄色黄色新闻的那种黄色八卦黄色黄色黄色八卦真的经常有这种然后又又爱又爱对比真的又爱对比然后那种然后那个那个你看我们家上屋那边我五哥我是叫五哥的呃 我五哥就是就是就是贩毒以前以前广西这边是属于边缘地带毒品很泛滥毒品很泛滥的我五哥去帮人家贩毒他又吸又犯然后那个那个又吸又犯被抓了好几次了知道吗就是第一次被抓进去的时候呃那个那个时候是吸那个时候是吸然后然后然后出来然后第二次 是又吸又犯是又吸又犯是又吸又犯然后被抓被抓然后那个那个你知道吗他是他他他那个时候去抓的时候他有一半的一个他住他被关了15年被关了15年他那个但是但是他去他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不算是不算是什么没有没有这个不是什么严禁止话题因为这个算是反反面教材知道吧反面教材这是反面教材 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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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他去他去坐牢了以后其实他有一半人是在顶顶罪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他帮顶罪的那一帮贩毒那帮人那帮人给了一大笔钱给了一大笔钱给他然后他去顶了他去顶了罪因为他们是那一帮的嘛他去顶了罪顶了罪以后后面就是他把钱给了他老婆然后他去坐牢了他去坐牢以后就是想他老婆把小孩因为他是有两个小孩嘛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嘛就是房子啊这东西都齐好了就是其实如果说是不好就是就是好好养小孩钱完全是够的钱完全是够的但是但是他老婆也不是一个老实的人你想想看呢能能能跟我五哥在一起能算是什么能是什么上查然后他拿的我五哥给他的钱去去就是小孩也不怎么带也是扔给爷爷奶奶的那一种他拿的钱去什么他去拿钱去 去去去泡小奶狗去了泡小奶狗去了就是给我五哥戴绿帽啊知道吧戴绿帽好不容易就是坐了十五十五年的牢出来了小孩也长大了但是小孩根本就不亲知道吧根本就不亲然后出来了以后就是老婆又戴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绿帽一分钱都没给他留对一分钱都没给他留他面就是就是离婚嘛然后他们又离婚了到现在还有 有点就是啾啾哥哥哥我觉得这两个他妈的就是真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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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乡村的爱情乡村爱情到现在还纠缠不清对现在还纠缠不清对至今纠缠不清然后然后我五哥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就说是啊就就就就觉得要要破镜重圆什么之类的破镜重圆之类的他两个都不管小孩两个都不管小孩 我是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小孩没歪也也也也算是有一点点功劳也我有我们家一点点功劳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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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有五有六有七兄弟他们家就是我三伯家有七兄弟三个女孩三个女孩十个小孩他们家真的他们家十个小孩十个小孩真的是无语 对啊超能生有三个我有我有大姐三姐五姐有大哥二哥一直到七哥对有七哥是对所以他们家田很多就是这个样子人口特多然后那个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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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以前分家的时候他们家以前分家因为因为以前就只有两三四他们家就只有四就是一排 一排下去的话就是四套那个泥土屋那个时候结婚说是分家的时候每个人都分到一点只是分到一半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分家的时候兄弟们打架打得很凶知道吗都拿菜刀了都拿菜刀在那里就就就就要砍死对方那种了就关键是我三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知道吧三伯基本上偏心偏到偏到海底的那一种那当初分家的时候拿到兄弟都要拿刀砍死对方了还是我爸跟我小叔去 跟我叔去去拉架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五哥跟我二哥这两个然后后面就是就是后面就是那个我五哥就是跟那个跟他的老婆跟他老婆又准备破镜重圆了准备破镜重圆以后你要知道啊毒吸毒这个东西啊你不是说能借就借的然后你一吸真的会以吸养饭有又进去了又进去了但是这一次去进去 因为那是以前进去的时候以前进去的时候咱们国家国家这边对那个那个那个毒品的那个法律啊对对那个那个那个法律以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这么严重出来了以后就很严重了你自己想想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的那个那个我们国家禁毒是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禁毒的那个那个法律啊他们不像现在这样子要达到多少多少枪壁啊多少多少枪壁什么之类的现在基本上就是 就是就是量很少都要枪壁量很少这枪壁这个零容忍了知道吧然后然后后面出来了以后他还以为像以前那样子的你知道吧他以为像以前那样子我跟你讲他以前的时候那个那个时候是15年的15年老您就知道以前以前那个卖的那个那个量有多大然后后面后面就是又又又去真的借不了又去了后面这一次被就被判我记得是三年前被枪壁了三年前被枪壁了 然后然后然后他然后他他老婆他老婆就是年纪大了嘛他老婆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就是也没有钱了呃那个那些小奶狗也不跟他在一起的也不跟他在一起的后就想到就想到呃呃呃让小孩给他养了小孩要养他 要养他什么之类的回来想找小孩但是小两个小孩都不理他都都不理他他女儿他女儿读完初中就不读了然后他女儿出来出来打工也是在也是在佛山知道吗也是来佛山这里也是来佛山这里呃我他妈真的觉得觉得就是就是呃呃我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我跟我姐的或是什么的 因为从小也没有怎么看好我们我们也没有怎么对我们好了但是讲到底我们那一辈最初心就是我跟我姐我我我我跟我姐后面出来了以后就是来佛山这边来佛山这边以后是是跟先跟着我二叔去学那个纺织啊你会知道我们我们佛山这边纺织场是很很出名的知道吗跟着我叔叔学纺织那时候才才才才十十十十五岁左右都没有出来以后是一直是跟着跟着我叔跟着我叔 我二叔去去去那个纺织场那边然后大家住大家租房子啊因为那时候条件都不太好条件都不太好住房子也是跟我们住在同也是跟我叔他们住在同一栋楼所以话那个时候就是呃没有没有机会没有太多太长的一个时间学学坏因为那个时候读书就是小的时候读书全心心思全部都在怎么跟兄弟就怎么跟兄弟姐妹抢饭吃了因为因为 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太好你自己想想这么多小孩每一个小孩都每一个孩子都就是他们家孙子加起来将近二十个将近二十个都是两个都是爷爷奶奶在带你自己想想有带小孩多少都会有偏心这么多小孩一定会有二肚子了我跟你讲一定会有二肚子了所以这么就是就是在这么多小孩就是以前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叛逆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填饱肚子上 然后怎么去去干活什么类型的因为你你爸爸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被人家支持一点点那你妈又不是一个正经的人又又不理你又不养你又不理你那种然后什么都得靠你自己什么都得靠你自己那你去爷爷奶奶那里吃饭是不是是不是人家人家别的兄弟姐妹都有爸爸妈妈妈就你这边没有能力那你那你你你是不是得想着做的更多然后然后要要干更多对 后面那个时候也没有心思说是叛不叛利的问题懂不懂因为也没有钱读完初衷以后就不读了然后然后那个就就想着出来打工打工那个时候又不知道去哪里刚好那个时候阿姐的全家都在这边家人都在这边多后面就过我们这里来说是拜托我叔这边照顾一下后面就过我们这里来了以后就跟我叔去纺织厂纺织厂学做纺织厂 纺织厂工人然后然后上班也累关键事也是跟我叔在一块所以就是也没有机会叛利也没有机会出去学坏,知道吧有没有说去学校里面交朋友学坏的那一种所以说现在她两个小孩还算是很正很很很正很很就是蛮向上的那一种的后面就是她她儿子她儿子也是也是满早就出满早就出来了出来了说经常是跟谁混呢 是跟阿姐的弟弟一起玩 但是阿姐的弟弟也是一个废物啊 是不是 那几个废物能站在一起能干嘛呢 是不是 所以就是现在他就是 他就是 就是这几帮 就是怎么说呢 也不干什么违法事情 就也就是老老实实上个帮 工资也不高 也没啥追求 对 也没啥追求 对也没啥追求 但是然后后面 后面他结婚 他就是那个 那个弟弟就是结婚了以后 有小孩压力大以后 就是知道啊 就比如说是没事情干的时候 他就去跑外卖啊 什么之类的 就开始懂得 懂得要赚钱啊 或是什么类型的 就是人也没长到歪到哪里去 人也没歪到哪里去 然后那个 就是长辈这边关系也不太好 但是下面这些男孩 就是这些孩子的关系 应该叫 他叫我 他是要叫姑姑的 知道不 他叫我的话 是要叫姑姑的 然后叫我弟弟的话 是要叫叔的 叫叔叔的 然后就是 但是他们年龄的 相差 年龄相差 并不大 所以经常是 经常都是在一起 但是就是现在 长辈闹不开以后 跟小辈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跟你说 小辈之间 也没有多大关系 然后你知道 其实上屋那边 上屋那边 很乱 我给你们点完 点完 就是大儿子 大大儿子 现在跟他老婆 也是在家里面 也算是 就是正正常常的一个 蛮正常的一个农村 农村一对夫妇 然后小孩结婚很早 小孩结婚很早 结婚很早 然后就是那个小 也是那种十七八岁 就结婚生小孩的那种 所以现在是 他小孩在外面这里打工 他们在家里面带小孩 是这种情况 然后老二呢 也是小孩结婚的 挺早的那种 挺早的那种 也是他们在家里面 种田带小孩 然后他小孩在外面打工 老三 老三那种是 两夫妻还在外面打工 小孩也在外面打工 对 也在外面打工的那种 就是那 老四的话 在家里面开货车 开货车 但是就是他们家 相对于比起来的话 就是四哥这边的话 是比较赚钱的 因为他去开货车嘛 所以也算是有点钱的 但是他总以为他很有钱 你知道吗 他总以为他很有钱 就跟跟阿姐 跟阿姐说话 或者是跟阿姐的姐姐 跟阿姐的哥哥他们说话 都拿鼻孔说话的 知道不 都是拿鼻孔说话 我11点半 怕什么还可以再聊 就是觉得他自己很能赚钱 然后拿鼻孔跟你说话的那种 我靠谁他妈想理你 是不是 谁想理你 真的是要不是回去过年的时候 我回去过年回娘家 是过年的时候 要去要一起吃个饭 或是干嘛的 谁他妈理你 但是今年分家了以后 就不来往了以后 我好高兴 起码回去过年的时候 就不用我老公就不用过去派什么烟 就不用过去拎东西过去 你不用去派烟什么之类喝酒什么之类的了 真的 就不用跟他们这种人了 就分 就分一块了 就是眼瞅着你家越过越好 他们家越过越不好了以后 越过越不好了以后 就是老师 你一些让你觉得很匪于所思的一些要求 懂吗 老师提一些让你觉得 我靠经常让你觉得 你谁啊 那种要求 你就知道 就是你就知道那种极品 就真理嘛 离谱的离谱的那种极品 就是气到我就是我觉得我叔脾气很好 我叔超要面子的 超要面子 能把我叔这种人都给气的说 同意分家 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说分家这个事情 在我哥结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都有在说过这个事情了 他们被我叔被我叔K了一顿 说我外 我说我嫁了以后就不要管家里面这些事情 家里面事情 就是家里面兄弟大家都相互帮寸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说说什么怕尴尬或是干嘛的 后面又没分 然后 然后后面 现在分的是我 是我叔分了 我跟你讲 早该了好不好 真的早该了 到现在了 他还看不起我们家 真的你妈离谱 然后 然后他们家就是经常出现一些 让你觉得这些就是 就是乡村 乡村家庭伦理事件 对 家庭的伦理事件 什么伦理事件 就比如说像我三姐 嫁的老公 就是 性功能不太行 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 还好 还好 生了小孩 也有生小孩 你说要是不行的话 那也不可能生小孩 有生小孩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还是干嘛的 就是不行了 对 就是不行了 以后就是就是我就是三姐夫 以前是跟我叔他们一栋楼的知道吧 跟我姐跟我三姐跟我跟我小跟我叔他们是一栋楼的 因为以前跟阿姐的哥哥现在阿姐的哥哥也跟叔叔也在也在佛山 但是已经不在了 是哥哥还在 哥哥还在佛山这边 佛山这边 佛山这边 也就阿姐的哥哥在那一栋楼 在跟那个房东住房住了十几年了 一直一直都在那里住 所以后来在那一栋楼 我们这些亲戚来来回回 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阿姐的哥哥还在那里监听 跟阿姐的叔叔他们还在那里监听 就无语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三姐跟三姐夫在我哥他们楼顶 在我哥他们楼顶 后面就是就是说是是是三姐夫不行不行 后面那个到了一些中间 这三姐出去找了孟喻 然后被人家拍 你要知道找的是谁 找的孟喻 隔壁的隔壁的隔壁隔壁隔壁的八姐的老公 是在佛山這邊跑運輸 有一點點錢的那種 所以它們在那邊租 租這邊的房子的時候 他租的是小院型的 租這邊的小院型 就是那種村 城中村的那種 兩三層樓的那種 然後小別院裏面 然后他在那里面的话是有装摄像头的 他自己家有装摄像头 因为因为那个也盼进去什么之类的 又装了摄像头 装了摄像头了以后 后面是那个三姐去去找了那个隔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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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姐的老公 就是猛man 去去去去做一些爱做的事情 后面那个装的摄像头的那个连线功能 是在八姐的手机 以前那个八姐不懂得看 然后是后面是阿姐的哥哥是懂一点点这些东西的 懂这些东西的 后面后面就是想的装了这么久的也从来没有看过 没看过就想看一下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面因为跟阿姐的哥哥他住的不远 然后哥哥都出来一起一起出来吃饭的时候 他就让他就让阿姐的哥哥说帮忙看一下手机那个360的知道那个360 那个高清摄像头你们就知道了 还是360的360度那个广角广角视频广角高清摄像头 对然后那个阿姐的老公阿姐的哥哥帮帮那个帮那个姐帮那个八姐去调了一下调了一下视频了以后高清视频然后给他的以后 就是一拍 就是现场直播 对现场直播 什么突然广告啊 没有只是告诉你他是个超高厅 这就是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 这个事情是两年前了 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对然后帮帮 然后就现场直播阿姐的哥哥就是 是尬到脚能抠出个四季山庄 对然后然后 在一起在烧烤他那里吃饭 在烧烤他那里一起撸串的还有阿姐的弟弟 还有那个 还有同村的 同村的另一个弟弟 另一个村的一个弟弟 还有他老婆 大老婆 然后他们全知道了知道吧 全知道了 那时候就就就就就知道说是说什么说我靠你敢被子我出轨偷吃啊 上我我亲哥我亲哥 然后然后被子我我我出轨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面就说想知道想知道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就是就是 婊子是谁 骂的放大高清 然后他他就是我哥的那个已经骂到不行了 后面他就跟我说 怎么能清楚他呢 因为那个摄像头那确实有放大功能了知道吗 可以可以拉广角的 后面后面阿姐阿姐哥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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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语的就是要要给他给他开广角去了 妈的一拉近你看 自家三姐 对呀八姐的老公出轨了阿姐就是出轨了我就是三姐那边吧 这是一个村都叫姐姐的 然后你就想同村姐妹就是相当于同村姐妹睡的同村姐妹的老公那种 对 然后后面 真的好像广告 我当时你有出打什么广告真的是 那是不是不是不是说 听相村的爱情故事吗 然后后面后面就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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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抓 你知道我回去他就回去抓抓去了 抓去了 然后就是变成了两两两 就是同村姐妹一直在 大吵大闹 后面后面就有叫他 又要那个八姐叫他老公过来 八姐叫他老公过来 本来这个事情本来不是太多人知道了 这一下子弄得 在我们那里 说说客家话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三姐跟那个三姐夫还不离婚 对 是他们知道了以后 他们知道了以后 就变成了整个村都知道了 对 整个都村都知道了 因为 就是 阿姐 阿姐 二叔那边 是有蛮多同村的人 一起出来做纺织的 知道吧 所以就是 你们也知道了 这种八卦 船飞的 超快的 就变成人尽皆知 后面就是 后面就是 那个三姐跟三姐夫也不离婚 也不离婚 后面他们两个搬走了 他们搬走了 就搬去另一个地方住 也还是 做真知 也还是 也还是做真知 对 然后后面就是这样 然后 你本来三姐 三姐出轨这个这个事情也就算了 知道了 就也就也就算了 他妈的 后面又到五姐 就是就是 但是 阿姐我需要一个 官司图 我实在是太多姐了 不是 你们只要知道 只要知道同村的都叫姐姐 但是我说的这个三姐跟这个五姐是跟我们家一个 就是祖宗是一个祖坟的 就是前 有关 有点 跟我有血缘关系 对 但是 但是因为一些风平真的不太好以后 就气得姐姐的 阿叔已经跟 已经跟 他们家长辈 就跟他们家已经 已经断了关系 说以后各自搞找各自的粉 以后 以后不做兄弟了 就是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很 就是以前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 他们是嫌 就觉得我爸爸妈妈离婚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以前离婚 是一件挺大逆不道的事情的 就觉得我们家 他鸣声不好听 一直就觉得我们家在连累 兄弟 连累兄弟 他们家这个样子 然后 我书 我书 我书现在争气了 知道吧 我书说 我书说再跟他们称称道地过去的话 怕我 怕我那个 怕我 我小妹 怕我小妹嫁不出去 就说跟他没有分家 后面就把 把上面的人给气得不行 然后不得不同意 也分了 真的 我觉得我 我书跟我爸是不是就在等着你除我的 那是 对啊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 对 这么 这么多年 对 这么多年 已经 就是一直都在受气情况 终于 终于 癌气流回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他那个出轨的事情 后面 我跟你讲 更狗血的 我看一下 我 我尽量 我尽量在11点半之前讲完 讲不完的话 我们 我们明天晚上继续 因为明天晚上星期 语速快一点 赶紧赶紧 对对 我跟你讲 更离谱的 这个故事可以给你们讲两天 然后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 然后后面 吴姐 他老公也不是不行啊 是吧 也不是不行啊 以我用我哥哥的话说 就是 也不是不行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 我那个 我 吴姐 又看上了 同一个政治场里面的一个 一个小量仔 一个一个小量仔 然后他跟那个小量仔 出轨了 出轨了 最关键是 我吴姐夫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做什么 虽心 对不起他 还是干嘛 居然不吭声 不吭声 本来我哥哥他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然后是 是 我我我我 吴姐跟我三姐 是在同一个 纺织厂 刚好是 刚好是 那三姐夫 不是不行吗 然后 然后跟 打姐夫这个事情 又被人家 搞知道了 就是搞得 里面都没了 后面 后面 那你 你那个 你 你又 你要知道啊 就是 40女人 猛如虎啊 那种 那种啊 那种啊 其实已经快50了 真的是 就是那种需求 也是蛮大的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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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姐 三姐跟那个 亮仔 有一腿 有一腿 就是也给点钱给他嘛 给点钱给他什么之类的嘛 大家都同一个 同一个场面嘛 就大家出去 然后happy happy 然后那个 有一腿一下 有一下 然后 那个 吴姐 吴姐 也对他有点意思 然后出去 也跟他出去happy一下 关键是之前的时候 两人是不知道的 然后是 两人是不知道的 两人不知道的 后面有一次说出去逛街的时候 是看见吴姐跟那个小亮仔 出去出去逛街 然后亲亲密密 哦 就是三姐 就是 有一种抓到 就说是 是什么 说是出轨 或者是 奸情啊 抓到奸情的那种感觉的 什么类型的 后面就是 两姐妹打起来了 知道吗 两姐妹打起来了 马里打起来 一个知道以后 各个都知道了 对 一个知道以后 各个都知道了 然后后面都知道了 就是 就是 呃 吴姐跟 跟三姐 为了同一个厂的一个亮仔 就大打出手 大打出手 后面后面对 后面就是 就就就就是 就是这个 然后就 呃 呃 对 对又人尽皆知了 然后 真的是 风平一直都不好的 我把我输给 我输 我把我输给气 气了 就是 血压都高了 就就 我 我小 就是我小妹还没结婚 我输一些仇的要死 对 为 为肩夫打架 对啊 关键是我 五姐夫跟我三姐夫 好像 也没啥表示 我 我突然间就觉得 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么 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是不是我有什么 不知道的事情 后面是是我哥哥跟我说的 我哥哥跟我弟弟跟我说的 我们就是 今年中秋 今年中秋 阿姐的 呃不是不是今年是去年中秋 去年中秋 呃 阿姐的阿姐 呃那个那个 呃呃呃呃 阿姐的阿姐的 婶婶在在包池吧 让我回去吃 让我回去吃的时候 哥阿姐的哥哥跟姐姐跟 跟跟弟弟跟公公 跟阿姐说的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是你妈的 离谱 就是你妈离谱的要死 然后然后后面 后面后面后面 后面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关键是好像 还还能在 还能 还能彼此的蛮平静的 我就觉得离谱 这个是三姐跟二姐的 不是这个是三姐跟五姐的 然后大姐那边还算是个正常的 二姐那里算是个正常的 正常的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六哥 六哥这里是出车货 出车货 去了 出车货去了 然后那个 整个家里面 整个家里面 让我觉得比较正常 过得比较正常的 就是我七哥 对 就是 就是我七哥 所以就是 就是 这段时间 估计也闹得不太好 后面就是 有 就分家 就分了嘛 就分了嘛 真的 就真的 离离远上铺 我跟你讲 要是我哥哥跟我弟弟不说 我都不知道这种事情 那前段时间就我哥哥跟我说 我们分家了 我说我们突然间分家了 后面才说起这些事情了 哇 我说 怎么就就就那么离谱 对呀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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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看一下 哦 还有 还能讲个几分钟 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 也是同村的 也是同村的 真的 所以我说 农村 其实也没有你们想象中 那么 那么正经 我跟你讲 这只是大家都不说而已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村真的很肮脏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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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家 在我们老家后面那一个 因为我们家的那些房子 都蛮密集的 就是算是我们后面 这家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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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公公年纪也不特别大 也不是特别大 也是那种 五十多岁的 然后 他 他小孩 他小孩 也是 也是 因为这个也是 我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我年轻时候的事情 他小孩也比我 也就比我 大概一两岁的那种 就是他结婚的时候 也是二十出头的时候结婚 那结婚 结婚了以后 他家里面困难嘛 后面他出去打工 那个哥哥出去打工 对 那个哥哥出去打工了以后 他是 他媳妇 在家里面带小孩 带小孩 然后 那个 跟他公公在家里面 种田 或是什么的 呃 那 后面 就是 这个 对啊 就是 就是公公跟 媳妇不清不楚的 对 就不 就真的就不清不楚的 是的 然后 真的不清不楚的 反正我也不知道 不懂他儿子 是 是怎么想的 对 就真的不清不楚的 就 就关键是 都知道 都知道 因为帮他带小孩嘛 就 就是 就是他媳妇 自己一个人在家 公公又年轻 对 公公又年轻 然后 然后 那个 对 所以 所以 他们家 第二个小孩 到底是 到底是 那个哥哥的 弟弟 还是他小孩 还是得打个问号 对啊 所以真的 给打个问号 他们家 他们家 第二个小孩 长大以后 我们一直都在 很好奇 这个问题 到底 到底是 他 到底是 那个哥哥的 弟弟 还是他小孩 也还是 媳妇啊 但现在 他现在也 还是媳妇啊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 阿姐 阿姐家里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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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可以写成一个 写成一个 一个 一个 乡村 乡村爱情 爱情系列 跟你讲 狗血系列 偷袭 他会偷袭 我不知道 我们那里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对 现在主要是 验血 也验不出来啊 因为都有血缘关系 不是 可以的 他 他也有的 那个好像是血缘的 那个亲密多 但是 但是 但是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 谁都都不懂 什么叫DNA 所以谁会念 又验这种东西 你 这个 这个事情是 阿姐还年轻的时候了 阿姐年轻的时候 在以前农村 能知道什么叫DNA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但是 之前你说 在那个 看到那个 沈森 跟另外一个人 也是他们家的吗 就是 在小时候 不是 我跟你说 我们村啊 是难得的 一个人口大村 就是 阿姐家那里的话 人口特别多 人口特别多 就是 一户跟一户 都是挨着的 就是 就是阿姐的家 那个两层半的 那个 那个房子 那个楼房 它是在村里面 最里面的 所以在阿姐的 阿姐家的楼顶 是能看得见 看得见 隔壁家的院子 清清楚楚 看得清清楚楚 就挨着一块嘛 挨着一块 它中间只隔了 一辆车的 一个距离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是挨家挨户 挨家挨户型的 好多狗血 但是因为人很多 你叫谁 都他妈的 都叫哥哥 都叫姐姐 然后 都是 都是什么书 都书 这个书 那个书的 对 太多人了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 所以 就是 就是好多姐姐 我跟你说 好多姐姐 好多哥哥 跟你又没什么血缘关系 对 一个村了嘛 一个村了嘛 都叫哥哥 都叫姐姐 然后 所以 所以就是 经常跟你们讲一些故事的时候 说是什么 其实婶婶特别多 因为婶婶很多 就乱七八糟了 对 真的乱七八糟的 什么 今晚的民族 真的 真的 我哭 真不会吧 行了行了 对 你是不是被批威了 对啊 明 哎呀真的 明天 明天 明天晚上 我们过来 继续将 继续相传爱情故事啊 啊 好了 好了 准备下了 明天几点呢 好好好 明天 明天也是晚上 这是八点 八点半的 而且你都回忆一下爱情故事 呵呵呵 你们你们很喜欢听 哎 我先下之前 我真的很想问清楚 你们是不是真的挺喜欢听乡亲乡亲乡亲爱情故事的 是的话就 就就是我们 太刺激了 我觉得电视剧都不敢显得这么离谱 对 我可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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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化了的 但是 对 你们 对啊 你们喜 你对 你们要是很喜欢听的话 就是就是以后我我们有个八点就是乡村党 我跟你讲 就是就是这些就是这些离谱的事情在我离开之前 我可以讲很久这些 哎呦 太离谱 对 我特喜欢这个 我超巴托 上次那个上次那个草堆的事情不是讲的很行劲吗 哈哈 那个草堂 草堂 那个那个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姓生跟那个叔叔那个 那个黑羞的那个事情 哎呦 这好精彩 太精彩了 可以可以 对呀 开启了阿姐的一个一个 两性的人生 非常好 对拜拜拜拜 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啊 拜拜 拜拜 我关一下声音 我一边做色卡 一边跟你们聊 聊那个乡村爱情故事 乡村爱情故事 昨天晚上他们有人说听晕了 听晕了 我先说清楚 我先说清楚 就阿姐的家那边的话 那个农村 你不能说落后 不能说落后 但是一些习俗类型的 他妈的保留的 也是挺什么的 就是 你要知道广东跟广西的 一个宗族 就是族式 这种东西 就是保存的 真的是 人家都说取其糟粕 取其糟粕 去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我感觉我们广西好多 以前是以前 现在还好 以前 以前 现在是习俗难取了 以后就 观念就开始改了 就就那个 以前真的是 他妈的是精华 也没见吸收多少 全是糟粕 所以就是搞得我对自己 自己家乡一点点的一个留恋感都没有 再加上 再加上真正的那些事 然后我对母校啊 我对这些东西都他妈没感情 都他妈没感情 就对啊 然后那个 这个红春的我昨天晚上说的那个五姐跟三姐 他是跟阿姐一个老祖宗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 就是一表三千里的血缘关系 也不算是一表三千里 起码隔了五六代了 知道吧 起码隔了个五六代了 所以你也不是说有多亲 也没有多亲 但是就是那个八姐的话 他跟我们家这边是没有多大的一个血缘关系 但是大家的祖宗都一个姓 大家的祖宗都是一个姓 然后但是但是吧 他又跟我们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他是一个村的 所以话也会比我大的话 我也会叫姐姐 知道吧 所以话就是三姐跟五姐 就是跟阿姐是同一个宗的 就是本家本家的 本家的 对 然后那个八姐的话就不是 那个八姐的话是另一个另一个家族 但是大家是同一个村的 阿姐阿姐的那个那个家 就是就是广西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农村 是广阿姐家里面的那个农村 就是附近 整个附近也好 整个附近也好 就是那种家 他跟他跟别人家的那种农村 他那种村落 他不是他不像你们想象中这么大的 都是挨家挨户的 知道吧 挨家挨户的 都是挨家挨户的 懂不 都是都是都是挨家挨户型的 对挨家挨户型的 就是前后的那种 然后我昨天晚上 我不是说了吗 在我们家二楼都能看到 都都能看到那个一楼 都都能看到 就是后面一家的 那个庭院的一些情况 清清楚楚 对啊 然后那个挨家挨户的那种 所以话基本上真的是 呃 我跟你们说农村有 有几个地方是八卦超级八卦聚集地 超级八卦聚集地 一个是呃 呃 那个那个西边 就是就是小河边啊 就是洗洗衣服啊 我们我们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那个地方用我们呃 广西那边的话就叫做洗衣 呃 呃 叫洗衣 洗衣池 我们那里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用整个翻译过来就是洗洗衣旁 整个翻译过来就是洗衣的 洗洗洗衣服的那个地方就叫洗衣旁 为什么因为因为他那里的话 搬了很多那个大石头 过那边去做那个 在在呃 河边的边缘嘛 河边的边缘那里那个 那个呃 做了一些平平板地方 让人踩 然后让人在这里洗衣服 整个整个 就是我们村有有五个大队 所以话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村很大 村很大 所以话阿姐家是在第一队 第一大队 第一大队 那那个人口也很多的 所以话就是基本上我们第一队的那个洗 呃 洗衣服啊 洗衣服啊 基本上都是去那个地方 去去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是是他们容宿下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离谱的容宿下 就是就是晚上干完活 晚上晚上干完活了以后出去纳粮的地方 对 八卦交流中心 对 还有一个是晒谷厂 对 以前村里面就是没有什么楼房啊 呃 大家 大家家里面农村的地方应该都有晒稻谷的地方吗 就是集中嘛 就是集中 集中在在一个地方就是铺了那些水泥地的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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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那个话说就是晒谷晒谷厂 晒到谷的地方 对 晒到谷的地方 对 然后那个 对 基本上就是就是三个地方 那八卦去几地 那八卦去几地 就离谱 对对 就是八卦到你无法想象的离谱 就是就是他们家丢了条内裤 你去 你在你在洗衣布那里你都能知道 去洗洗衣服的那个地方你都能知道 懂吗 谁谁家丢了条内裤啊 谁家的那个内裤破了个洞 你去那里听都能知道 对 其实我不太爱去那个地方呢 但是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地方洗衣服 只能去那里了 我不太爱去那地方是他们这些人 就是没完没了 老喜欢他 老喜欢聊我们家 对啊 我爸妈离婚嘛 就觉得我们家就什么 就就就就觉得是不是我妈什么什么的 水性洋花是什么之类的 那话讲的可难听了 我跟你讲 对啊 然后然后以前经常经常 因为这些事情跟村里面的人吵架 对经常跟跟这些人吵架 然后然后那个 这下我拿个比较 对经常因为这个跟跟那些人吵架 然后然后那个 我看一下12345 离谱 真的然后然后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真的是是有时候就是你成为那个话题中心的以后就觉得很离谱 懂不 就就就觉得就是什么了 反正反正我那时候没少没少跟他们这些人吵架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变成别人做的那个八卦中心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经常在那里能听听得到我跟你讲你别看农村啊 你别看是农村啊 我靠 聊起聊聊起两性 就是就是你你以为就你们就你以为城城里面奔发 No 村里面才奔发 对我跟你讲因为洗衣服的时候多数都是女性知道吗 多数的时候都是女性 然后那个聊到什么我跟你说就是那个 哇他们之前还能开玩笑说哪个老公行不行的那一种了 对反正反正我是真的觉得我去那里学就是去那里两性的问题 就是没少能了解 对当然了给我给我就是兴起蒙的兴起蒙的是是是那个对那个那个草草草堆 草草草堆的那个那个那个对他们叔叔叔叔叔他们是那个婶婶他们 对就离谱 什么难道那时候开车没有我跟你讲人家开车不怎么含蓄的知道吧 所以你们你们别别觉得真的农村就觉得人家农村啊就没有什么什么的 哎真的是比你们那些人城里面会玩多了 对啊我就有听说啊说什么说说什么巴叔 说说什么巴叔好像就是就是床上功夫很了得啊 然后天巴嫂天天面带之润啊 哇靠我跟你讲这种话也能说的 这个草堆的事情是什么时候讲的 我也忘了耶因为这讲了有一段时间了 不是不是有时候这种八卦他妈的变成变成了你你你你必须 你去那个地方你就必须得听了一个情况下面以后你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是你没办法反抗你就你就好好接受跟你说 嗯对一刚死的时候是讲鬼故事 对啊然后他们说太恐怖了然后就就就就就就就聊到了一些黄色话题 哎呦哎呦真的是静置了这么久了那还是等一下哦我要把它刮下来不然不然我我肉疼死了这才五克 真的就是你你不听你也得听的真的 因为因为你你你你每天你你只能去那个地方洗洗衣服 你总不能人家洗完你再去啊 因为你一大早的时候你也要那个什么你你也要赶着去去干农活啊 你就必须要先把衣服给洗了是不是 把衣服给洗了 那个时候阿姐他们阿姐家分工很明确 早上起来的时候跟姐姐一起起来的 姐姐要那个什么 姐姐要煮粥啊煮煮早餐煮那些煮一天的 我们那个时候广西的时候一般都是喝粥的知道不 都是喝粥的所以所以找阿姐的姐姐很早就就要起来准备这些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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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都是阿姐去洗衣服的 以前都是阿姐的姐姐去洗后面阿姐年纪大一点点以后就是就是阿姐去洗了 就是阿姐去洗了 冰透是冰透的 而且这个颜色好好刷喔 对然后哎 什么讲讲讲讲讲的 即使对阿是是这个样子真的你不听也得听的 然后然后然后就就那个时候以前还还不太明白 反正反正现在就是回忆起来后面回忆起来的时候就就能知道就是说说 谁谁谁谁 呃我们家哪个哪就是就是我们穿哪个书哪个书 哪个书床上功夫好厉害 持久啊什么的 然后哪个哪个神神天天面色红润什么的 呃什么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 以前的时候完全不明白讲什么 讲什么然后然后长大了以后就突然间发现 其实自己好像也经历了不少 哈哈 不是说追求竞不是说追求竞技感就是 就就就是他妈的百无竞技我跟你讲 他就是我跟你讲喔 他们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嘴巴讲讲的知道不 他不是嘴巴讲讲的 真的就就就就就光是我知道的 呃就就光是我知道的 他妈他们说开完这个玩笑 开完这个玩笑以后都知道八叔 都知道八叔那个那个那个厉害 对啊后面后面我们后我后面家的那个 五神对啊也也也有特地去勾引啊 又特地去勾引啊 然后后面后面那个在我跟你讲喔 就是被人家被被人家看见的时候 你知道是在在哪里看见的不 你要知道农村农村以前的那个厕所厕所 厕所不是都是挖的那个分子吗 挖的分子吗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 呃基本上是呃每个家里面 因为你要囤肥料啊 你要囤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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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基本上都会都会有一个 有一些比较破旧的 破旧的一个一个房子 破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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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用来用来装那个草木灰 呃对 呃装那个草木灰 其实其实也没有 你那个那个厕所没有你们想象中的 脏的就是那个是草木灰 草木灰的那个 因为因为要要把那些那个草木灰 要当做那个肥料去放放去田里面嘛 田里面嘛 然后就是就是人去上厕所的时候有看见啊 对啊所以所以就是就是好敦敦的在对啊 好敦敦的聊什么老公厉害 你看这会被人家给睡了吧 就是在汉厕里面啊 就是在汉厕里面啊 人家去上厕所碰见了呀 然后碰碰碰碰见了 然后就是那个那个 对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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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的老婆 跟那个武士大打出手 然后然后在那个 然后呃 然后第二天去洗洗衣服 去洗衣服的时候 就听听他们再说了 听听听 然后听他们再说了 然后我一脸懵逼 对啊 所以就是就就 因为那个巴叔的事情 巴叔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就就 没有再怎么炫耀自己老公厉不厉害 那个问题了 对啊 那你有没有办法呢 你有办法呢 你怎么能老去那个炒舵里面吧 炒舵那里的话 都人家有固定常客的 碰见了多尴尬耶 那真的是什么混沌子 真的没有 然后然后村里面那些就是很年轻的 看起来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裤装满大拖的那种 经常会被拍屁股跟你说 对啊 对啊 村里面那些那些小亮仔 是这样子的哦 对啊 对啊 那个裤装很大一坨 你出去的时候 跟你打个招呼 白手拍你屁股 就关键是小亮仔 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还以为是长辈的关爱 他妈现在想想看 我就感觉蛮像看小奶狗了 哈哈 嗯 嗯 那那你农村里面 你有什么 又没有什么娱乐 比比那比跟你讲啊 比的话 就只能比一个 比老公比小孩 哎 没啥比的 那时候比这种 要比比老公 你觉得比老公 在哪方面比 真的是 是不是 啊 比老公啊 你觉得能 能在哪个方面比呢 很多很多时候 都是 都是只能比床 比床上功夫啊 是不是 那那那那 在农村里面 哪个男的不会 不会夏天 哪个男的不会开拖拉金 哪个男的 割不了道骨 扛不了道骨 那村里面 大家干活都差不多的 那只能比什么 比库当那三两幼啊 农村里面有什么好挣钱啊 以前啊 以前就只能死种地 哪来的时候说 那个时候 也还没有所谓的一个 一个打工的说法 好不好 都还没改革开放的 宝贝 那个时候 那个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开始分土地呢 我跟你讲 阿姬小的时候 还在一个七八岁的时候 的那个时间 还是吃大锅饭 好不好 大家都穷 都没地方 那个时候还看积分的 还看公分的 还看公分的 对阿 而且因为年纪小 去放牛 也有公分好不好 放牛 放那个村里面的牛 也是有公分的 对阿 后面分就是 就是要分田 对阿 所以这种各种八卦 都有阿 不然你以为那些 为什么赛股场 全部都建在一起呢 就是因为以前 大家都一起干活嘛 大锅饭嘛 大家一起干活嘛 然后就就就就放在一个地方啊 后面就是就是分土地里 然后那些赛股场都开始分了呀 对阿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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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你他一天累累死累活下来了 也又没有什么娱乐 又没有什么娱乐节目 真的 那时候小孩小孩就只能就是 对阿 招猫遛狗啊 真的阿 以前的时候没有什么娱乐节目的 你们 对 超无聊 七八点钟都睡觉了 以前还没有电视 电视都没有 黑白的都没有 哎 我跟你们说个说说个 说说个 让你让你让让你们觉得又好笑又无奈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就是呃 我我 我那个 我 我有一次回去过年哈 我有一次回去过年 有一次回去过年 对 转移转移一个给你们开一个超高速车 就是我有一次回去过年 嗯 我有一次回去过年 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已经已经建起来了嘛 哦 已经建起来了 然后然后那个就是呃 我们家那个叔叔他们家在我们家后面 在我们家后面那里建房子 他们家比我们晚一点 他们家也是建的是两层半 他们建的也是两层半 后面就是我回去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们家是在最后最后最后一间嘛 在在整个队里面是最后一间的 然后我呃就是别人家可能站起来就是在他们家的楼里面可能看不到我们家的 看不到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情况 但是我我在楼上那边的话看的话是能看到看到他们家 因为他们家在我们家后面嘛哦 我是能看到他们家的那个情况了 然后有一次就是回去过年 有一次回去过年 因为我已经三四年都没回去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有一次是跟跟老宝贝尔他们一起 跟跟跟呃 我闺女他们一起回去的 我是跟他们一起回去的 呃 然后然后就是呃 我我们家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就是呃 姑娘跟姑娘跟那个跟那个跟那个 就是就是呃 呃跟女婿回去的时候的话不能同床之类的嘛哦 不能同床什么的 然后后面我跟老宝贝尔就是跟跟闺女睡睡一间 就是睡呃 睡阿姐阿姐就是老家这边 因为这个老家这里建出来以前 虽然说以前说是建的时候 说是给阿姐的阿姐的哥哥结婚的 其实后面分房了以后其实是给阿姐的弟弟 阿姐的哥哥是新建的房子 后面就是那个那个那个你们姐夫 你们姐夫他们是去去了 去的是阿叔去我叔他那里住 去的是我叔他那里住的 然后后面那个 对然后后面后面那个那个那个 呃我我然后我就是住住的是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房子 就最后的那一间的那个房子嘛 然后我就我就回去我我那个我那个时候我就 对早上起来啊 因为就是就是农村讲道理农村的也起的早 但是他是冬天的时候真的大家都没起的那么早的 然后那个那个 呃 我大概是因为我真的五点多 五点多的时候你真的有点睡不着 因为睡太早了知道吗 睡太早了 然后嗯 你说他冷嘛 也没有说到冷到什么地步 你一穿衣服好像也还好啊 还好 但是吧我我我我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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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电炉 一个小小电炉去去去那个去呃呃在烤烤烤 后面我是觉得有点闷的 然后我就我就上楼上去 我就上楼我就上楼 我就上楼 我就上楼 我看他那个风刮得太刮得太厉害的 然后后面我就去导 我去的我去的另一边去抖风 做抖风 然后站在那站站在那里本来想等日出 然后但刚好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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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那个位置 我跟你们讲我看一下怎么形容啊 怎么怎么跟你们形容 哦 这刚好这样子应该看得见了啊 你看哦 你看就是农村做的房基本上都是四四方方的知道吧 你看就是这样子 这是阿姐他阿姐家的楼四四方方的 然后他基本上二楼楼顶的时候 他会做一个小房子 这样子 他做一个这样看得清楚啊 做一个小房子 他他会坐在这里 基本上正常情况他会坐在这里 就是盖住那个楼梯间嘛 那个楼梯间的那个有个小房子 盖一个小房子突出来嘛 那个楼梯楼梯间嘛 然后然后阿姐阿姐家是这样子 在在最里面 你看很形象是不是 看得见吗 看得见吗 很形象哦 很形象 对 你看阿姐家是这样子 然后阿姐的那个那个叔叔家是这样子 在阿姐家后面 这样子 然后如果阿姐阿姐如果说是站在 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地方 或者站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都能看得见他们家 他们家这里的一个一模 因为他们家的院子是在这里 对 他们家是这样子 对 他们家是这个样子 院子 下面这里就是院子 下面下面就是院子 其实你们能想象得出来 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是阿姐站这里 或者站这里的话 都能看得见他们家这里的一 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他们家那里做的那个二楼 和我们家不一样 我们家不做走廊 我们家不做那个凹进去的那个走廊 他们家做啊 他们家做的是那种七字型的 那个凹置下去的一个走廊 对做那个七字型的 你看他是这样子 做做这样子 七字这样滑下来的 这个七字滑下来 这样子 他是做的那种 所以他这里 他的第二层 他那个走廊 对 他那个走廊啊 他不放那个 他也不做那种什么围栏 他也不做那种围栏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没钱呢 还是干嘛 他就不做那个围栏 他不做那个围栏 你知道吗 就是然后后面就是他 就是那个叔叔 跟他的 跟那个死神的房子的话 刚好是在二楼的 最最最最最最边边的 这个里 对最边边的这里 最边边的这里 最边边的这里 对最边边的这里 解在这里的话 刚好就是可能 把他们家的院子 跟他们楼房那个走廊的东西 看得一清二楚 但如果说是他们在房间里面 因为他毕竟装了窗帘嘛 他们是在房间里面黑羞的话 我可能就看不见 我可能就看不见了 可能就看不见了 但是那天我真的是 我上来的时候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 因为他这边是风 这样刮这边 他是这样吹过来的 所以他刮的是这里 我站在这里的话 我被风吹死了 知道吧 会被风吹死的 如果说是我站在这里的话 我可能就看不到 这一个死角 我只是看到的 差这一边 我看不到这边死角 他那个风刚好吹过来 吹过来 吹得我太猛了 后面我就拎着 那个小暖盘 走在这边 在这边 刚好在这里 你能看到日出 那边是可以看到日出的 这边是可以看到日出 这边是可以看到日出 开合的这边是看到日出的 然后后面我就靠在这里 靠在这里 然后差不多将近6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听就是 因为我们家之间的话 可能就隔了一辆 就是一辆 一辆小轿车 能进出自由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顶多就是这样子 对 顶多就这样子 他下面这里这个地方 顶多是一辆 一辆四轮的一个 一个小轿车 可以自由进出 对 自由进出 可以自由进出 是这个样子 而且家的大门 是在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都是围墙的 知道吗 都是围墙的 大门是在这边 从这里外面 从这里进去的 他们家刚好是 他那个路是这样子 这样进去 然后我们家是最后一间 七字型的 他们家这边 是这样子 然后没有 我就站在这里 我就站在这里 然后我站在这里 然后我看到了 就是他们家二楼 二楼这里 刚好就是那个叔叔 跟姓姓的 那个主卧那里 那个房间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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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关键是 我是真的觉得 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拉窗帘吗 不拉窗帘吗 他不拉窗帘 他不拉窗帘 我在这里看了一清二楚 他不拉窗帘 我真的有点后悔 我为什么戴眼镜上去 真的 对 我为什么会戴眼镜上去 你觉得关键是 那个叔叔跟姓姓 我那时候回去 我那时候回去 叔叔跟姓姓 已经将近七十岁了 懂吗 那个叔叔跟姓姓 我是老年版的 知道吗 老年版 没有啊 阿姐家旁边这里 阿姐家旁边 院子这里 这个是个超大的一个渔塘 然后延伸出去的就是农田 对 因为我坐这里 对 就是因为平时没什么人 因为年轻人都怎么出去工作的 就是阿姐他们 阿姐家的二楼 阿姐家的二楼 是不怎么住人的 阿姐家的一楼 阿姐家的一楼 那个有好几间房 因为阿姐的家 做的那个房子有 一二三四 光是一个 一个一楼 这里就有四间大的房子 跟两个大厅 所以我阿姐家的 阿姐家做的楼 还是很占地面积很大的 所以的话基本上是 一楼都已经够税了 所以二楼那里会做一个客户 所以的话 但是以前阿姐的那个归房 已经用来装备的东西了 所以我去的 我们去的是二楼 所以我就站在这里 我就站在这里 因为可能他们家 也从来没有想过 说我们家二楼这边 会住人或是干嘛的 我就站在这里 看到一清二楚 你就关键要是年轻人 也就没有什么 什么找熟你的头 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我三十多岁 那时候我去的 好不好 就是他们已经快七十岁了 对他们已经快七十岁了 快七十岁了 我就站在这里 这关键是他们两个就是 就是做这事情 没关 没拉那个窗帘 然后就是动作又很大 你动作很大 也就算 最关键是我就不知道 这两个老家伙 是不是想追求刺激 然后坐着坐着 开了门 居然在走廊这里 对 你去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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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在房间里面 也就算了 也就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 在出来 在走廊这里 我不是很懂 对 我不是很懂 在走廊这里 然后就变成 就变成了 那个 就变成了 就是那个婶生 就是双手 扶着那个 那个 那个走廊的 那个围栏 那个围栏 就要撅着个屁股 就撅着这个屁股 就撅着这个屁股 然后那个 那个叔叔在后面 啊 哎呦我 那个去看见什么啊 就 天灭吹灰的 懂不懂 我就用我们广西话 就是叫灭吹灰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 冬天啊 下 你自己想想冬天 怎么可能会亮 天亮这么快 天都是那种 懵懵感觉的 都是那种懵懵感 知道不 那种懵懵感的 啊 我坐在那里 真的我脚都抠出 世纪三窗来了 儿媳吧 你说要是看到什么 年轻小伙 又是看到他儿子 或者他儿媳妇 有点大动作 什么类型的 我可能 真的是 以后我就 为什么我这个颜色好好的 我要用来讲这种 黄色话 真的是 对啊 我这个颜色这么漂亮 为什么要用它来讲 这种故事 真的是福了 就刚好他是跟我们家 那种四四方方的 我就用四四方方 用它来讲故事 我那个去 真的是 人家运动的 冷什么冷 唉 我不能 我不能 起来 知道吗 我起来要是有点动作 他们就知道我在那里了 我不能起来的 因为我是坐那里的 我不能站起来的 知道吗 我站起来或者是干嘛的 我走路的话 他是有 他会有声音的 我们两个之间 家里面 这个距离并不是很远 不是跟你说的吗 我们两栋楼之间 就隔了一个 就是一辆小轿车 自由进出的一个距离而已 对啊 我不想看完 你都得看完 我互相看怎么 我们家生活却存在一楼 没什么人住二楼的 二楼那里好多 都放倒骨 哎呀光跟你们聊天了 放错东西了 啊 1 2 3 4 5 5 这个 哎真的是光跟你们聊天了 我真的是 哦 没弄错 我这个是上了封城了 但是这个颜色怎么会这么淡 我觉得我要重新上了 真的是讲了讲了 我都快忘了哪一颗是哪一颗了 我先把6号给上了先 跟你跟你们讲完 我都忘了我上了哪一个了 真的是 真的黄色笑料耽误我做正事 这个是6号 帮我记一下 我手头上面刷的 这个是6号 免得跟你们故事讲着讲着 我把我的社号都给忘了 是的呀 我又不能动 你知道吗 我不能动啊 这我要起来 我起来的话就是完蛋了 你说要是看什么年轻力壮你就好了 居然要我看了个老年版的 我也是 关键是还不能拒绝 什么 你别 你真别觉得 就是好像年纪大的 不需要这个 就不用 我跟你讲 农村里面的人体力好的很 就阿姐的爸爸 妈妈 就是阿姐的爸爸 跟阿姨 就是晚年的生活也很正常 也没有说是因为年纪大以后 就分房税 没有啊 他不知道啊 主要是不知道啊 老年业也配啊 主要是 我就不是很想看干瘪的身材 对啊 懂不? 就是 就是 围观也没有什么不行 但是我就只是 就是 只是不想看 让我没什么欲望了 我并不是说 他们不 就是 就是 你老年人的黑屁不行 当然了 我只是 不太 不太喜欢看 什么 还能 还能生 没有啊 没有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年纪的 绝经了呀 大 宝宝 对 生是没了 因为 你 就是 更年期 也就这个年纪断了 是不是 也就这个年纪断了 他没 更年月经都停了 你生什么小孩 他想太多了 你们 对啊 但是人家有需求啊 人家农村的人 体力都挺好的 绝经还能 哎 绝经是女人啊 生理 生理 生物 绝 不懂吗 绝经怎么可能是男的 男的需要怎么绝经啊 我是服的 他更年期是女生啊 你看呢 有人 有人闹笑话了 快点围观他 快点围观 东眠的窄灾 东眠的窄灾 真的是 小子人 你看突然间来了一个比你更离谱的 啊 你可以退下了 真的 来了个比你更离谱的 三十年后 你一定会拉上窗帘 哎 我突然间不知道这个草口到底从哪吐 我只能说祝你晚年幸福 这个草口都不知道从哪里渡 那个幻世 是是 我刚才叫叫什么名字啊 是是是幻世什么 零零来站 你在发开弹幕 我一定要把你ID给读出来 你那个ID我一定要读出来 你们围观一下他 你看他说希望我们三十年后 我跟你讲 真的我是希望你也有的 好不好 他说三十年后 他一定要关窗帘 那你好好关嘛 对对 那个幻世灵动 幻世灵动 那我肯定也希望啊 是不是 如果说是可以的话 是吧 如果说是可以的话 那我当然也希望有个晚 正常的一个晚年啊 我谢谢你啊 你这个祝福我收下了 哎 我跟你讲 这个比那些马屁来的好多多了 对啊 因为现在就是感觉好像过不久 就到阿姐要面临这种事情了 对啊 那么到时候 到时候我来更年期了以后 我直播的时候会暴躁的话 你们要体谅一下啊 到时候你们体谅一下 我告诉我 如果说是那时候我更年期的话 我会跟你们讲的 你们要是看到我暴躁的时候 你们就多多包涵 所以为什么这种话题都已经扯到这种地步了 为什么一定要扯回那个什么窗帘呢 你们就是这辈子要跟这个窗帘 跟这个事件套过不去了 是不是 我卖窗帘就是为了让你干这档之事吗 要我卖窗帘就是为了让你干这档之事啊 我卖布料 所以就是 对啊 就是你们办完事 你要换 换 换那个 那个什么 被担这种事情 我都要负责了是吧 我老赖碰瓷都不带你们这样子啊 真的 真的老赖都不带你们这样子的 真的 你们碰瓷也要碰瓷个度啊 真的是 真的 我是有理 我是我是对 我是有理由怀疑你们在碰瓷的 真的是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尽头就跟这个事件套 跟这个被单穿脸这种东西是过不去了 你们 对啊 那碰瓷也不带你们这样子的 呵呵 真的是 碰瓷碰瓷上瓶了 你们 呵呵 神他妈品牌故事 真的是 就是意思是说 我这样卖窗帘 有品牌故事的 什么故事呢 乡村爱情故事 是吧 对啊 就窗帘 窗帘就是刚才的乡村爱情故事 世间套是你爸妈的爱情故事 是吗 还有企业文化 哇 你们这帮人 就是就是一只一瞬间 我都就是 突然间有点哑口无言 我还第一次被人给说说到 我第一次失去了一个一个一个语言的主场 你要知道 经常都是我遛你们的 我现在突然间就被你们给遛了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真的是 这个世界的镜头不应该是阿姐是个美甲师吗 世界的镜头不应该是阿姐是个美甲师吗 我真的很想问 我靠这个窗帘的故事居然要用 要用刚才那个老年 老年版的乡村爱情故事来做 来来来做 品牌故事 没甲子是副业 我的天 到底是我觉得没救了 还是 到底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救 还是觉得你这帮人没救了 就是你爸妈的宇宙镜头是五黄 是五黄 阿姐的世界镜头都是 就是世界套跟这些窗帘 真的 我感觉我这辈子这个梗都过不去了 你们没梗了是吗 因为在那跟我撒娇 我们没梗了 你以为你是泽翰啊 我没梗了啦 你以为你是泽翰啊 泽翰这样跟你爸撒娇是没有 是是是有用的 但是你们这样跟我撒娇没有用啊 买美甲送光莲 哇 这生意做的 我赔得我底裤都没了 妈的这大眼人请不起啊 真的是 有时候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真的有点不能看看弹幕 看弹幕的时候 经常会被你们拐到拐到一个天边去 又又离谱 就是又好笑又离谱 好像又合理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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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在洗洗衣服那个地方 听来的八卦 哎呦 对 听那个洗衣服的地方 听来的八卦 我感觉也不算是吧 也不算是八卦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真的 那个 对啊 我们 我们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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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有个小女儿 小女儿 长得 长得 长到你还挺漂亮的 哎 就是 就是 出去打工了以后 出去打工了以后 认识了男朋友 认识了那个 认识了男朋友 贵州那边嘛 贵州那边的 然后跟男朋友回去看 男朋友家那边太穷了 就没 就没嫁 就是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生了小孩了 知道吧 已经生了小孩了 就把小孩 小孩 就是 他也是那种很爱玩的那种 知道吧 很爱玩的那种 然后他可以 就是他 他那个 他 呃 反正就是 就是 他去看了以后 就觉得那个男家里面太穷了 然后就把小孩子 小孩丢给 丢给丢给 丢给那个男的 以后就走了 就走了 本来那个时候已经跟从里面说 他嫁出去的 但是又回来了嘛 回来了以后 回来了以后又谈了另一个男朋友 谈了另一个男朋友 然后 有了小孩 有了小孩 但是 但是 那个 他 他 那个 那个 那个谁啊 就是那个男的家里面 条件有一点点好 呃 然后又 呃 又 又那个 生了小孩了以后 还是 还是没嫁 对 还是没嫁 后面 不知道是拖到了 三十 三十多岁了 就随便再找一个给嫁了 但是现在他嫁哪里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这么说而已 但是我跟他 我跟这个姐姐 就是 认识了 最关键是 是他家在我们家隔壁 你看 都是 都是隔壁型的 对 都是隔壁型的 来 来 我们就是牺牲一下 我们的樱桃生活 牺牲一下我们樱桃生活 阿姐家 你看我 阿姐家是 是 等我这个 阿姐家在这里 然后 然后 呃 那个叔叔家 在这里 然后村长他们家 是在这里 这里 对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里 这里 这里 所以村长他们家 经常来碰 就是经常碰瓷 说我们家 说我们家那个厨房 建在那边以后 烧出他的烟 熏到他们家的 其实他妈的 离了个八百米 八百米远 真的是服了 不是建文路啊 这个是 这个是事实 后面 后面不知道他家来去 但是讲道理啊 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里面 这个 这个姐姐 就私生活做派 确实也不太行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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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时候 阿姐 呃 我跟你讲 哈 阿姐跟 阿姐家的那个三伯 就是那个什么 三姐跟 五姐的爸爸 就是我那个 我那个三伯 关系一点都不好 就是真的很爱 造谣我们家 很爱造谣我们家 我 我 你知道我听过 最离谱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 以前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就是以前 很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 还小 就是那个时候 还在读小学 这个时候 呃 阿姐的 那个那个 那个假面 因为只有 阿姐家四兄妹在家 在家面 老是被人家欺负 老是被人家欺负 呃 阿姐的三伯 就是就是 无缘无故的打 打阿姐的弟弟啊 打阿姐的弟弟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 阿姐小啊 跑得又快 体力好啊 我那时候 拿石头 我拿石头砸他 我拿石头砸他 砸那个脑袋开了个瓢 然后他追我追追 就是跑不过我知道吧 他跑他他跑不过我 对他跑不过我 然后那个时候 追追不上我 跑不过我 后面后面就是 我我我 就是逃之夭夭 我跟你讲 后面是我哥哥 跟我姐姐去道歉的 对跟我姐姐去道歉的 然后然后 对啊 我就我就被 被我姐 拿那个烧把在那里打 拿那个烧把在那里打 然后然后那个 就是就是 我跟你讲 他就记恨死我 他记恨死我了 后面 后面就是我们 我们村里面 就就除了我 还有还有就是我们老家 就是我们家老房子那边的话 隔壁有个就有个哥哥 他们他们那一家都是读书人 他们家大哥 四哥跟五哥都是读 都是读书 读书生 都是读书的 就是他们家那边是 以前的时候难得的有大学生 然后阿姐是 阿姐是我们这一户里面 难得的出现的一个 就是他们家那边都是男孩子 知道吧 读书的都是男孩子 然后就是我们 我算是我们村里面 为数不多 就是能读大学的女孩子 对 能读大学的女孩子 因为那个时候 阿姐的那个哥哥跟姐姐 都来佛山这边打工 很早之前都已经出来打工 因为那个时候 阿姐的学费都是 阿姐的姐姐去赚的 那那个时候 就是很长时间不回 不回家那边 我三叔 就是我三不正在造谣 我说我就是在 在结婚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在嫁给了一个 三十多岁 离婚了 还有小孩的 还有小孩的一个 一个隔壁村的一个老男人 老男人 你关键是那个时候 就没有什么 又没有电话 又又又不能写 就是写信什么之类的 又又不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 阿姐的爸爸也是 也是在外 也是外出了 而且家里面的长辈 只有姑姑 对 只有姑姑 姑姑知道以后 哭的个半生半死 我也是 他说我好好的一个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长得就是 就是感觉 也不是这一类的人 也感觉 也不是这么叛逆的人 为什么会嫁给这种人 什么之类的 或者刚长寸断的 我那时候好好的在学校了 对 我好好的在学校了 真的是 我也是服了 后面 后面 我就跟我姑姑说 听谁说的 后面 她说 我是我三伯说的 后面 我回去的时候 我偷偷把他们家的牛 给放了 让她找了半天的牛 就放在他们家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真的是 偷偷去把他的牛 给牵好了以后 牵了以后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 就是满脑子 冤有仇 再有主 就偷偷去把他家的牛 给放了 你知道放哪里 放他家的田 跟大家的菜地 然后他们家的 那个老母牛 就把他们家 那一笼 那一片菜地 全吃光了 对 全吃光了 我还偷偷摸摸的 跟在后面 看他吃 就怕他那个 对啊 还拉着 阿姐的弟弟 在那里瞄 拉着他在那里瞄 就是躲在 那个草垛里面 里面看 就因为很怕 他去吃隔壁家的 去隔壁家的 他去看隔壁家的 就拿那个石头丢他 就要偷偷的 在远处丢他 不给他出去 就是啃了 他们家的 那个那一堆菜 懂吗 啃了一堆菜 然后他不是 那个牛 他天气热 他不是那个 要那个 呃呃 他喜欢去泡水嘛 泡水 对泡水 然后后面 就是阿姐 阿姐跟 阿姐弟弟 偷偷把他那个牛 赶到 赶到他们家 附近的那个水田 里面在那水田 没有水 知道吧 水 然后就直接 把他们家的牛 给赶下去 对 赶下去 赶下去 他不 就是 给赶下去 你你你你 不能就是 就祸害别人家的嘛 是不是 然后他那个 把他家的牛 赶到他家的田 里面去 然后他们家的牛 就是刚好有水嘛 就就就就 直接在他们家 那个田 里面滚了 就是在那里 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坑 在那里 在那里 然后泡水 然后 然后 阿姐 就让阿姐的弟弟 在那里看 我先回去吃饭 对 我回去吃饭 回去吃饭 后面回来以后 我再去换我弟 换我弟 然后 后面等他过来看 找他的牛 然后我过去 回去 顺便去看一下 他来 他找他牛了没有 后面再去找他的牛 发现他牛不见了 他牛不见了 然后他老婆 他老婆去去 去教菜 可能去摘菜吧 晚上要做饭 去摘菜 去摘菜 发现 发现菜没了 好多 不是说没了 就是被糟蹋完了 被糟蹋完了 他在那里就是 在那里猛的骂街 说谁偷他们家菜 哪去卖 还是干嘛干嘛干嘛的 干嘛干嘛的 后面后面 后面就是 是那个 跟他家乡邻的种菜 因为那片是菜地嘛 跟他们家乡邻的那个 那个婶婶跟 跟他说是他家牛吃的 说他是说是 他们家的牛吃的 然后然后后面 他那个那个 然后那个 三婶就骂人家 那个隔壁的那个 就骂他们隔壁 就是隔壁田的那个婶婶 说说那个婶婶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看到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把牛给赶走 不把牛给赶走 然后后面 后面那个婶婶就 就直接说 他说那我哪知道 你老公是放他来这里 故意放他来这里吃 还是还是干嘛的 那是你家的牛 又不见得去吃别人家的 就不去吃别人家的 所以我就没赶了 他说他就没赶 我这色也是 so beautiful 这个色 下去 这一套 你除了那个一号色 真的 二号到九号 你必须都得买 这个色就是 sap soy 真的 这个色 你看 对 然后 然后 对呀 他 他 那也不知道 他说我也不知道 是你老公 放的还是 那还是 还是 什么 你看他 他也没有走去别人家 什么什么类型的 那我干嘛要赶他 然后他 然后他 他老婆还以为 真的是 是他放的 对 他 他以为是 他以为是他 他老婆放的 知道吧 不是他还真的以为是他老公放的 后面就回去骂他老公 后面回去骂他老公 他老公刚好出来找牛 刚好出来找牛 碰见的时候 他就说你这个沙千刀的 怎么把牛全都给放到田里面去 差点都给招套完了 吃都没得吃 然后他们说 他说我哪里要放 我把牛在那里给拆好了 他说把牛给拆好了 啊 就是 他是不是自己挣脱的啊 自己挣脱的 然后后面就是两人也顾不上 然后后面他老婆就说 哎 你没放牛过来吗 他说没放 然后后面他说他牛不见了 然后吓死 因为他 因为那个什么 因为我那个三伯 他是牛贩子啊 知道吧 他是牛贩子 他帮人家卖牛啊 这种做中介那种 找牛的那种 或是牛配种啊 这种类型的 他会经常干这种 有点小钱 会有点小钱 就做这种 以前村里面是经常有这种人了 知道吧 给牛配种的那种啊 或者是买卖牛的那种 对 后面他去看了 他也后面 后面他去看了 然后 然后去去找了一下 以后终于在他们家附近那里 找到 找到 找到了他家的牛 哦 那个田又厚厚了一半 又在那里骂姐 然后 然后 然后我 我阿姐跟阿姐的弟弟 深藏公与民 对 深藏公与民 后面偷偷 偷偷默的回来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三 就是我三伯 我跟他老婆的身高差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三审的那个身高 可能都不够一米五 因为他还没有我小 还没有 还没有我读 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 他就跟他差不多一样高 我小学的时候 我感觉我顶多有个 一米五都不到 对 一米五都不到 但是他老公起码有个一米八 起码有个一米八 我就感觉 他跟他老婆在一起 真的是有点mini感觉 真的那种mini感 对 对啊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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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洗衣服的那个地方 听他们聊 聊他们两个的那个八卦 把我给 他妈的把我给笑死 把我给笑死 是谁 就是用我们那里叫 我们叫的话 我叫他叫四娟 四娟姨 就是他老公叫 他老公叫四娟嘛 四 那个世界的四娟的话 是那个 那个 捐献的那个捐 叫四娟叔 我叫他四娟叔 四娟叔 他老婆真的是超搞笑的 也也也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感觉就好 好感说的那种 那个时候 就一起在那里洗衣服的时候 他们跟他们 跟几个婶子在那里开玩笑 开玩笑 然后就说到 说到我三娟 他说 他说 就觉得他们两个这个身高 就是真的觉得好好笑 一个一个小小个的 一个大大个的 就晚上在床 他说在 晚上干那党之事 晚上干那党之事 是不是一个踢溜 踢溜的 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是 晚上的时候 就是做那个时候 就是是不是要一个 又要踢溜起来的 要踢溜起来 像抱小孩一样的 我的那个时候 洗衣服 笑死 我说 我靠 这都能说的吗 对啊 所以 阿姐 阿姐的两性 这种东西 他妈的 全部不需要家长 对啊 八点档都没 都看电视 看电视剧 都不像 都没他们精彩 什么 你要是经历过 以前 阿姐这个年纪段的 那个农村 其实每个农村 他都没有 就是很多一些 一些事情 是能让你不无聊的 知道吗 因为以前的时候 没有娱乐 懂吗 晚上的时候 只有两性 这种东西 或者是纳粮的时候 说一些家长里短 只有这些娱乐方式 知道不 也只有这些 提溜 我都刚刚不跟你说了 就是 就是他老婆 才才 我感觉一米五都不到 他老公啊 就是他们两个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三生 就好像刚刚好 到 到我那个 到我那个 三 三 三伯的那个 对 就那个 那个 裤腰再上去一点 那个 鸽子窝都没到 对啊 那个夜窝都没到 是的 我也 我也 无语啊 什么 体流 你看这个身高差 你 你这个 那个时候 不得靠 不得靠 靠男的 把女的 给体流起来啊 所以那时候 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 结婚 结婚 基本上 好像是 就是觉得可以 就结婚的那种 你不像你现在 这个样子 就觉得这个不配 那个不配 然后后面 就是 就觉得 我们就是不适合 然后就不做 就不用结婚 什么的 那以前就是 基本上就是 有对象 就就就没什么问题 两 双方家长 没什么意见 那就结婚了 你也飞不用 不用飞战的 这又不是我说的 这四眷 这四眷省说的 这四眷省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他们在那里 开玩笑啊 说他 他那个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得体流起来的 又不是我说的 那时候 还哪里 有这种丰富的 丰富的经验 哦 我这里还买了 两罐 白色的 那我跟你们讲 就是真的是 你别 真的以前 以前真的 没有什么娱乐 你们只是 不知道而已 真的是 关键是他们 讲这些的时候 根本就不计会 你是不是小孩 对啊 在他们戏里面 就觉得你是小孩 你听不懂 我说怎么é 不计会 刚好 但是 有意思 感谢观看